好的 今天分享的是605节到624节 那这节课学习的就是这几节内容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想就两个小知识点 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第一个就是对神的承认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承认神 但是对上说承认神是很简单的 发分内心承认神 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 发分内心承认神 它包含着对神的那种深刻的认识 那么我就以苹果为例 来说明对神的认识 如果一个人从小 他就没有见过苹果 也不知道苹果成什么样 但是因为他的父母以及周围的人 多数有苹果的存在 那么这种苹果的存在的概念 都会种在他的外在人当中的 一个记忆当中 如果他长大之后 仍然没有见过苹果 那么这种对苹果存在的相信 就仍然停留在他的记忆当中 这种相信它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的相信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相信 这和神的信仰它是一个道理 如果人对神的这种承认 只是停留在记忆当中 就会制造一种表面的信仰 他所说的承认神 与其说是对神的一种信仰 他不如说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 这个它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 是一种表面的信仰 这个表面的信仰 最后在他的书中 他也是有所说明的 以一个苹果为例 如果一个人见过苹果 他没有尝过苹果 那么他只能从表面的形状 来把苹果和不是苹果的东西 进行一个区分 比如说和梨和桃什么的 进行一个区分 整体表面上 但是如果一个人尝到了苹果 他不但从形状上来 和其他的水果进行区分 而且还能从味道上进行区分 那么一个人对苹果的认识 越深入 他越能够区分 对苹果的东西 这个和神 认识神是一样的道理 你对我们对神的这种属性 认识越多越深刻 我们就能越区分 非神的东西 也就是说 辨别哪些是来自神的 哪些不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们对神的这种承认 它就包含着我们对神的那种深刻的认识 你对神的认识有多么深刻 你就有多大的能力来区分 非神的东西 这个呢 就叫做智慧 第二个呢 我想说说这个目的原因和结果 这三个要素呢 非常重要 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所有的事物呢 它都是有目的 原因 结果 这三个要素构成的 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素呢 它就不构成一个事物 在这个 这三个要素当中呢 它这个目的 它是在先的 原因是居中的 结果是在后的 原因当中呢 它就包含着目的 结果当中呢 就包含着目的和原因 这三个要素呢 只有在结果当中 它才是一个齐全的 比如说 我们为了居住呢 要建一座房子 所以呢 要先打地基 再盖上面的房子 再装修 然后住进去 其中呢 居住就是目的 打地基 盖房子 装修 是实现目的的 一个有效原因 住进去呢 它是一个结果 那么盖房子 这个原因呢 就包含 居住这个目的 而住进去的结果呢 就包含居住和盖房子 上的目的和原因 如果只有目的 也就是说想居住 却没有原因和结果 这个目的呢 它就是一个空的 实际上 它并非一个真正的目的 如果也盖起来 盖起来 就不去居住 这个目的呢 它也是空的 只有在住进去 这个结果当中呢 目的呢 它才有实实在的 一个存在 再比如 我们有一个目的 想要把盛案呢 与盛案子 分成几个专题 进行讲述 那么就必须有 促使这个目的 实现的一个原因 比如 我们要熟读这本书 做到那个充分的理解 融会贯通 之后呢 再列出这几个专题 结果就形成了 没有这个后面的原因和结果 刚才目的呢 这个目的 它就是空的 这样的目的呢 它只有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结果当中 还是一个真正的团队 那么这里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目的呢 虽然在先 但从实践看上呢 似乎呢 目的并不是首先的 如果从实践上看呢 打地基是首先的 但从目的上看 其实呢 居住才是首先的 没有要居住 这个目的的 在先呢 就不会有 打地基以及 后续的事件 所以呢 这个目的上的首先呢 才是那个真正的首先 所以我们看在任何的现象 事物的时候 都必须要按照 这样的一个神性秩序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从目的看原因 从原因看结果 如果反过来 从结果去揣测原因 从原因去揣测目的 那么就是违反神秀 例如呢 我们看到人呢 在这个地狱当中受苦 那是一个结果 如果你从结果揣测原因 它是非常难揣测的 你不知道呢 它因为什么来到地狱 但是如果 你知道呢 它一生过着坚淫的生活 那么这个原因呢 那么看到这样的结果 就非常容易了 如果你还能知道 它的主导爱是什么 你就能从目的上 知道它为什么 过坚淫的生活 这个原因和下到地狱 这个结果了 邪恶的主导爱呢 就是目的 而这个目的呢 团在于 阴行这个结果当中 目的 原因和结果呢 实际上 它是同步存在的 因为它在主那里 它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 原因 目的 结果 它是共同的存在于 一个事物当中的 所以呢 主才会说呢 凡看见妇女 就动因恋了 实际上就已经犯了 坚淫了 而且我们以前也说过呢 如于天使 它并不流入人的思维 它只流入它的冲击 也就是它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 省察自己的时候呢 一定要省察自己的冲击 悔改呢 它是既要 纠正自己的行为 也要纠正自己的冲击 但是呢 这两个概念 它很重要 所以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个概念 下面呢 是创世纪六章 九至二十二节的经文 这几节的经文 它论述的主题呢 是名为诺雅的教会 重生之前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新号的 这个符号的地方呢 它不是原文 是我的一些理解 诺雅的后代 记在下面 诺雅是个义人 在他自己那代人中 是个完全人 诺雅与神同行 那么这一节呢 他将该教会成人呢 他描述为能重生的人 因为诺雅 他是个义人 义人呢 就代表着 他是能够重生的 诺雅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傻 韩 雅夫 再解释说呢 有三种教育 从这个教会兴起 也就是散 汉和雅夫 根据 阿费这个原文呢 严格来说 其实诺雅呢 它并非古教会 而是产生古教会的 母教会 它和散 汉 雅夫 所代表的教会 它是一起 来构成 古教会 这地的地 这地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这地 看呢 他败坏了 而有血肉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藏古教会的幸存者呢 由于其可怕的信念 和污秽的欲望 没有一个能 就是这两节的内容 人呢 它就是一块地 是神呢 用来植入与良 良善与真理的 所以呢 人是应当意愿良善 思想真理的 人如果意愿良善 思想真理呢 就会带给他们良好的感受 使人呢 如沐春风 并由此地回给自己良好的感受 但是当这个人 不发挥这种功能 反而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总是意愿邪恶 思想虚假的时候呢 就说这上满了强暴 因为邪恶和虚假呢 它意味着控制 强迫他人 不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 给人带来痛苦 烦恼 等等的负面感受 这种人呢 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呢 感受自己的快感 就像强暴 上古教会 他后代的坐落呢 他是死于我欲 也就是控制欲 不欲呢 他没有那么强烈 十三节 神就对诺雅说呢 凡有血肉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在他们面前 满了强暴 他呢 不要把他们和这地一并毁灭 这也是说呢 他由此彻底毁灭了自己 此度呢 他并非字面上所说呢 神要把他们毁灭 而是因为呢 他们 意愿邪恶 思想虚假 所以呢 他的灵魂体 已经完全的扭曲 他没有办法再复原 如果强行复原呢 那是整个灵魂体 必要破碎 特地的消亡 十四 你要用 你要为自己用割肥墓 造一艘方舟 并在方舟内造房间 内外都要抹上火油 这一节是说呢 名为诺雅的教会成员 不是这样 他们被称作方舟 名为诺雅的教会成员呢 是能重生的那类人 也就是说 他是能够摆脱邪恶与西家 也就是摆脱地狱的那种人 为什么 你要这样造他 方舟 躺三百舟 躺五十舟 躺三十舟 这里呢 这一节呢 他所提到这些 三百舟 五十舟 三十舟 这些尺寸呢 他描述的是 这个教会成员 他所具有的余留 所以 这里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他所说的方舟 绝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他船 而是指 诺雅这个教会里的人的 整个心志 或说 他的意愿部分和觉知部分的状态 或者说 结构 也就是说 他的意愿和觉知当中 所团留的 来自住的传真 良善 甚至等等 余留的一些情况 他绝对不是 所说的大船 你要为方舟 到窗户 向上坐到高一栋 你要把方舟的门 开在旁边 你要将方舟翻为上 中下翻层 这里呢 那个窗 门 房间呢 他都是描述了 他的觉知之物 圣言在描述人的心志 心志的时候呢 他总是描述两个部分 因为心志呢 他就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也就是说 觉知部分 和意愿部分 所以呢 他在此呢 首先描述的是觉知部分 第十七 看那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一切 有生命之灵的血肉 反地上所有的 都要断气 这也就是说呢 当其余的人 被鳄鱼甲淹没 而灭亡时呢 他将被保存下来 方舟呢 他是指呢 那些能够重生的人 严格说 他就是指的那 能重生之人的那种 那种心志的结构 上一节呢 描述的是他们 此处呢 这一节呢 他是描述了 那边闪生的那个地方 那有个口评 此处呢 他描述的是呢 不能重生的其他人 这些人的结局呢 就是灭亡 第十八节 我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 儿媳呢 都要进入方舟 这一节是说呢 他身上所具有的 真理与良善呢 将要得到保存 这里的妻子 儿子 儿媳呢 他都是表示 这个能重生的这个人 他的良善与真理 他们一起组成方舟 也就是他的心志 也就是意愿和觉知当中 能够得救的那部分 这里的方舟呢 我理解 其实就是他的余流 主呢 将借着这些余流呢 拯救他 十九二世纪 凡有血肉的一切活物 每样一对 你要待见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他们必死一公一母 飞鸟各同其类 僧畜各同其类 土地上的一切爬行物各同其类 每样一对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 再也就是说呢 因此呢 构成觉知之物和意愿之物呢 构成意愿的事物和构成觉知的事物呢 它都要再生 公和母 然后一对呢 都是涉及觉知和意愿 飞鸟呢 是论述这个人的觉知 生畜呢 是论述这个人的意愿 为什么他要成对 因为他心智 他有两个部份的过程呢 他描述的时候 都是两个部分都要描述 所以他是 无功有母 以成对 成双成对 就代表了人心智的那两个部分 要为自己拿各样可吃的食物 积蓄在你那里 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这一节表示呢 预备他要接受 意愿和觉知 再生之后呢 他会产生一个新的意愿 和新的觉知 新的意愿呢 他会意愿良善 新的觉知呢 他会思想真理 当新意愿和新觉知 他发挥功能的时候 良善与真理呢 就会增多 良善与真理呢 他就是灵魂的食物 所以这里所说的食物呢 并不是说我们所吃的食物 而是指着良善与真理 第二十二节 凡神所吩咐的 洛亚就这样行了 他就这样行 这节说呢 是呢就这样成了 也就是说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呢 就不实现了 内议 现在他论述的呢 它是一个新教会的形成 这个教会呢 它叫做洛亚 它的形成呢 被描述为方舟 所接受的各类活物呢 都进入其中 通常的情况是呢 在一个新教会兴起之前呢 教会成员不可避免的 要经受很多的试探 这种情形呢 就被描绘为 方舟飘起 在洪水中起伏和停住 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新教会兴起呢 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 特别新教会的成员呢 也不可避免的 要经受很多的试探 我们的方舟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呢 也会在恶与甲当中 起起伏伏 一会儿那个 空荡不安 一会儿就会停住 其实这种状况 它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面临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正常的 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 水退了 以及随后的更多戏剧呢 描述了它最终变成 真正的守灵之人 并被释放 也就是说 我们经历这些起起伏伏 经历这些空荡不安 但是我们的目的 一定会达到的 我们最多是我们通向 变成真正的 守灵之人所必经的 一个阶段 只停留 只停留于自义的人呢 他不会明白这一切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这些细节呢 它都被整理成了历史故事 给人的感觉呢 就好像是真的一个历史事件一样 但是呢 它并非是 不是虚构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 多次说过 在西伯之前 只有到西伯的时候 它的历史还是真的 之前的历史全都是虚构的 并不是真实的 哪怕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们也绝不可以 把圣经装成历史来看 如果你把圣经装成历史来看 你永远看不懂圣经 在上古时代的那个风格呢 就是这样 他们呢 就愿意把人那个心灵状态的 那种变化呢 就描述成历史 这是他们的风格 然后呢 一切事物呢 都体现在他们 所判写的一些预言当中 然后呢 就被编成了历史故事 这些历史系列呢 越连贯了 就越吸引那些人 因为古时的人呢 不像现在那样 倾向于记忆知识 他们呢 喜欢深邃的思想 他的后代呢 就是此处所提及的这类事物 这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他跟我们现在的人 根本就不一样 洪水呢 方舟 因而有关他们的描述呢 他就表示重生 以及重生之前的试探 洪水呢 他就是试探 方舟呢 他就代表人的心灵 方舟在洪水当中 起起伏伏 就代表了我们的心灵 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心灵所经历的 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咸 上古教会呢 他是属天的 而古教会呢 他是属灵的 上古教会呢 他拥有对善与真的直觉 而古教会呢 他没有直觉 取而代之的呢 是另一种不同的指示 这种指示呢 可称作良知 或者说良心 由于说我们现在 现在人类性 所感受的那种引导呢 并不是上古教会的 那种直觉 而是一种良心 一种良知 对于上古教会 到底对善与人 拥有怎样的直觉呢 我想我们现在的人 是很难体会到 因为我们的结构 我们的心灵的造成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么上古教会成员呢 他是有内呼吸的 他们的外呼吸呢 是静默的 也就是说 你几乎听不到 他的呼吸的声音 因此呢 他们说话呢 也不像后来 以及现在的人那样呢 他是通过话语 而是和天使一样 他是通过一些思想观念 他们能用眼神 表情 尤其嘴唇的无数变化呢 表达某种种的思想 他们的全部呢 他有无数的肌肉纤维 如今呢 这些纤维都僵化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这些纤维 能够自由地活动 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 一分钟之内提出 展示和呈现的观念呢 如今你叫做发言吐字呢 他就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表达出来 比起词语或句子呢 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呢 能令在场的人 领会和理解的更充分 更清晰 这个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 但是却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呢 还有很多人曾经 曾经呢 比起现在呢 仍以这种方式说话 不过呢 这些人不是地球人 而是别的星球的人 最后呢 他还知道 内呼吸的性质 以及呢 这个内呼吸 他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改变 他们的呼吸方式 类似天使的 所以他深刻的思想呢 构成他们的思维 他们还有这种 难以形容的直觉 即便这种直觉 并勉为其难地描述出来 理解 因为他们并不相信 但是呢 这种内呼吸 在他们的后代当中 就逐渐消失了 对那些痴迷 可怕的信念和幻想的人来说呢 他比人变得如此 以至于呢 除了那种最低下的外呢 他也再也无法接住任何有思想的观念 他的后果就是呢 他们无法存活 因此呢 就全都灭绝了 到内呼吸停止之后呢 和现今一样的外呼吸 就逐渐地代替了他 随着外呼吸而来的 是有声的语言 或者说清晰的声音 他们将固承思维的观念呢 包裹起来 人的状态呢 就这样被彻底改变 他已经变得 再也无法拥有那种直觉 求而代之呢 是另一种不同的指示 这种指示呢 可通过良知 尽管很像良知 但是事实上呢 他还不是真正的良知 而是介于直觉 和现代人 有些人所说的良知之间的 一个中间物 一旦构成 思维的观念呢 被这样包裹起来 也就是说 被封在有声的语言里呢 人们呢 就无法再像古人那样 通过内在来受教 而只能通过外在来受教 因此呢 基于上古教会 所受歧视而来的呢 是先被外在感官所理解的教义 通过教义呢 在记忆当中产生物质想法 由此呢 再形成 构成思维的观念 然后呢 他们评价 并按照思维呢 按照思维观念呢 接受教导 因此呢 随后的这个教会呢 它拥有 完全不同于 上古教会的天赋 如果不是主呢 将人类带入这种天赋 或说这种状态呢 没有人能够得救 由于明离诺眼的这个教会呢 它的成员的状态 与上古教会成员的状态呢 它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它无法像前面说的 上古之人那样呢 接受提示和启示 因为它的内在呢 已经关闭了 以至于它无法与天堂交流 除了那种无意识的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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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同样的原因呢 它也无法受教 除非呢 通过前面所说的 外在的感官途径 因为这个缘故呢 按照主的天命 信的教育 连同赋予上古教会的一些启示呢 被保存起来 以被厚实所用 这些教育呢 最初 是通过肝隐 被称为盖隐的人呢 被收据起来 并得以 傅存以免都市 所以经上论及盖隐说 就说呢 给他立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 就杀他 后来呢 这些教育呢 又被以诺 连转成教育体系 但是呢 主义这类教育 对于当时的人 是没有用处的 它是要为后世所用的 所以经上说呢 神将他取取 意思是让他们不能理解 主呢 被后代 或者教育所用而保存的呢 就是这些信的教育 因为主呢 他预见到 直觉将会消失 因此之也规定呢 这类教育呢 它是应当存留下来 第六章九节 诺雅的后代呢 记载下面 诺雅是个义人 在他自己那代人中 是完全人 诺雅呢 与神同行 诺雅的后代呢 就是对新教会的 改道和重生的一个描述 诺雅是个义人 在他自己那代人中 是完全人 有呢 他能被赋予人爱 既呢 它是与人爱的良善有关的 完全呢 它是与人爱的真理有关 而他自己那代人呢 它是与信有关 与神同行呢 和前面 问题以诺的情形是一样 它表示信的教义 诺雅的后代呢 都是对新教会的改道 和重生的描述 各同前面的那个内容 清除可知 诺雅是个义人 在他自己那代人中 是个完全人 表示呢 他能被赋予人爱 这个同意和完全的含义 清除可知 义呢 它与人爱的良善有关 完全呢 它与人爱的真理有关 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 即 该教会的本质呢 它是人爱 义呢 它与人爱的良善有关 完全与人爱的良善有关 这一点呢 从圣言 也清楚看出来 如以赛亚书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 他们神的典当 向我求问 公义的叛语 喜悦亲近神 这里的叛语呢 它表示 与真理有关的事物 公义呢 它表示 与良善有关的事物 行审判与正义 可以说已经成了 善与真的一个固定的术语 比如这些经文 主说 那时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这里呢 是指 可以赋予燃爱的人 还有论到时代的末了 主说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 把个人分别出来 这也是指 接受 源于人爱的良善之人 完全呢 表示 源于人爱的真理 因为真理呢 有很多的 其他来源 但是源于 人之善的真理呢 它是来自主 被称为 完全 以及完全人 比如诗篇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这描述的呢 是完全人 就如 圣洁的人 你以圣洁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完全的人呢 就是由于圣洁而圣洁之人 即由于人之善 和良善之人 再比如 耶和华 最常留下一样好处 对那些行动 正直的人 完全人呢 就是由于良善 而真诚的人 也就是说 他的所言所行呢 都是出于 人爱的真理的人 这一点呢 从以下事实 清楚看出来 即行 暴露 以及论及 真理时所用的正直 这些词呢 频繁出现 他们呢 被用到完全人的身上 有诗篇 我要指教完全的报 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 不要趁完全的心 行在我家中 行为完全的 他要伺候我 行为完全 遵行 和华立法的 这人便为有福 愿存权 政治保守我 再有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 观看那政治人 因为和平人呢 有好结局 从上述经文呢 清楚可知 行善者呢 被称为公义 而行善 至真 即行审判与正义者呢 他被称为完全 正解与正义呢 是信的属天层面 完全与审判呢 是由此而来的 属灵层面 他自己那代人呢 与信有关 从字意上看呢 这一点并不明显 因为字面上的意思呢 它就是历史 但是呢 刘姐妹 你的网好像 因为他的 他的网断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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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对不起了 好了 你又回来了 稍等一下 我还在给你 那个co-host OK 现在你再share 你的那个 桌面 OK 你也没 刚才掉线了好像 对 刚才掉线了 对 到哪里了 你现在先往上走 上来我们就看见 往下走 往下走 再往下走 再往下 再往下 好 好像 哦 还没有 是这个地方吗 对 好像 这个地方 OK 他自己那类人呢 他与性有关 从字面上看呢 这一点呢 他并不是很明显 因为他字面上呢 他就是历史 但是这里呢 他只论述内在事物 也就是说圣言呢 他只论述内在事物 所以这句经文呢 他是指与性有关的事物 只要想想 他在此没有别的意思 也能清楚明白这一点 这种情况呢 在圣言当中呢 出现过几次 比如以赛亚书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到九尾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 开会累代的根基 你必称为 古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 与人居住的 所有这些细节呢 均表示 与性有关的事物 九尾荒废之处呢 它表示性的属天之物 累代的根基呢 它表示性的属灵之物 他们自古呢 就已经迁离了 他们被修到 已久的荒场 建立先前凄凉之处 重修荒废之城 历代荒凉之处 此处的含义也一样 例如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到灾害 因为都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子孙 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所生产的 也是指与性有关的事物 劳碌呢 是指与爱有关的事物 对于后者呢 经上说他们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子孙 对于前者呢 说他们是后代 与神同行呢 它表示性的教育 这个从前文有关 议论的论述可以看出来 经上也说呢 说它与神同行 联系上下文呢 这节经文呢 它表示性的教育 它被保存起来 以后世所用 由于这些人呢 都是要用到被保存起来的 性的教育的后世 所以此处呢 再度论述了这个主题 这里呢 大致呢描述了 古教会成员的性质 并非说它就是 夏文所论述的那种样式 而是说呢 它有可能 变成那个样式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通过性的知识呢 被赋予仁爱 从而呢 出于仁爱形式 并通过人之良善呢 知道何为真理 由于这个原因呢 人之善和公义呢 它是在先 人之真理 或完全的在后 人呢 就是爱怜和怜悯 是上古教会当中呢 较为低级的爱 而上古教会呢 是对主的爱 爱呢 就这样的下降 现在呢 越来越问 而且呢 被称作了人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人 按照爱怜和怜悯呢 在上古教会中 它实际上 并非很高级的爱 它是一种很低级的爱 但是 到了我们这一点呢 人也却成了我们 我们这个同胜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人类的一个坐落 诺雅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沈 韩 雅 佛 诺雅呢 生了三个儿子 他表示呢 三种教义 如此兴起 就是沈 韩 雅 佛所表示的 诺雅生了三个儿子呢 表示三种教义 如此兴起 这个从前面呢 有关名字的所有内容 清楚可知 名字呢 它无非表示教会 或也可说呢 它表示一个教育的体系 这里也一样 但是在此处呢 他们被命名的 纯粹是为了衔接上位 也就是说 主呢 遇见 具有这种心理固承的人 有可能给赋予人爱 不过呢 仍有三种教义 从他生出 关于这三种教义呢 盟主的联名 很多论述 闪寒雅佛的时候呢 才会再进一步的描述 经常在说 诺雅是个义人和完全人 与神同行 以及本节 说他生了三个儿子的时候呢 用的全是过去式 然而这些表述呢 却早远于未来 因为呢 内的特征就是呢 它是与时间没有关系的 原始的语言 或者初始的语言呢 就偏向这种特征 有时呢 用一个或同一个词呢 它表示过去 现在或未来的时间 而不是呢 用不同的词 因为内在事物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会显得更加明显 语言呢 由于内语 具有这个特征 内意的多样化呢 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因此缘故呢 他会收到时间和差别的限制 十一节 各地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并呢 他表示前面 奇迹的那个种族 经常称呢 各地呢 由于他们可怕的信念呢 败坏了 由于误会的欲望 他满了强暴 随后 此处以及随后的几节呢 经常呢 就是用了神这个名 因为教会不存在 所以他用了神 并呢 他表示前面提及的那个种族 不同前面有关地和土地的论述 是清楚可知的 地这个词呢 在圣言当中 用的是十分频繁的 陆地呢 它既表示主的真教会所在之地 如迦南陆地 也表示没有教会的地方 如埃及陆地和外邦人的陆地 因此呢 他是指 居住在那里的种族 故意他指的是种族呢 所以他同样指那里的每个人 教会呢 他由于属天之爱 而被称为陆地 如迦南陆地 如有污秽的爱呢 被称为外邦人的陆地 然而 他因各种其中的信呢 而被称为土地 因为陆地呢 它包含土地 土地 包含田地 就像爱呢 包含信 信 包含被植入信的信之认知 此处地呢 他用来表示 公有属天之爱和教会的种族 已经完全灭亡了 从所论述的主体呢 就能知道他的属性 军藏说呢 既由于其可怕的信念而败坏了 由于其污秽的欲望而满了强暴 这个从种词败坏和名词强迫的含义 其清楚可知 在圣言当中呢 一个词 从来 会被拿来当成另一个词 是毫无例外 都是用最准确的那一个 来恰当的表达 所论述的问题 他的用词是十分的精准 以至于呢 单单通过所用的词语 内意就历史显现出来 如此处的败坏和强暴两个词 一旦觉知荒凉 又预示着觉知之物要败坏 而一旦意愿荒废 而预示着预言 预言之物呢 会满了强暴 因此呢 败坏呢 涉及信念 强暴呢 涉及恶语 败坏涉及信念 这一点呢 清楚可见于比赛亚书 在我圣山的遍处 他们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这次经文呢 还可见于比赛亚书 六十五成二十五节 在此呢 伤人呢 涉及意愿或 或者恶语 害物呢 涉及觉知或谬念 在同意先知时候 犯罪的国民 三者罪名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这里及别处的国民 和行恶的种类呢 表固成意愿 及恶语的邪恶 而百姓和败坏的儿女呢 可表呢 固成觉知 就是信念的虚假 以细节书 以一切所行的 倒比他们更坏 更败坏 败坏呢 就涉及觉知 野性或者思维 思维的事物 所行呢 是表示 根里的一个术语 诗篇 他们都是败坏 行了可证的事 败坏呢 表示可怕的信念 可证呢 就是污秽的欲望 他就在行为中 行为呢 就来源于他 看一类书 到了六十二个期 尼赛亚必备见出 一无所有 必有一个王的民来 拜这城和圣说 至终必如洪水通没 外面呢 同样表秘密 洪水呢 所表相同 地上满了强暴 这是由于呢 他们污秽的欲望 特别是由于 不成我欲的欲望 或者极端的傲慢 当人们通过 亵渎神圣事物 而对他们施暴时呢 这种行为 就被称为强暴 如洪水之前 是人所行的 他们将关乎性的教育呢 寂寞有各种恶语 如以希节书 我必转脸 不顾以色列人 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 强盗也必进去亵渎 要制造锁链 因为这几遍满 有血的罪 诚意充满强暴的事 这段经文呢 描述了谁是施暴者 他们呢就是上面 所提到的那类人 同一先知说 他们吃饭必忧虑 喝水必惊慌 因为其中居住的众人 所行强迫的事 特地必然荒废 一无所谈 他们在忧虑中所吃的饭 都是属天之物 在惊慌中所喝的水 都是属灵之物 他们已经强暴或者 亵渎了属灵之物 以赛亚说 他们所截的网 不能成为衣服 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 他们的行为 不是罪孽 手所做的 都是强暴 网和衣服呢 涉及觉知或思维之物 和罪孽和强暴 涉及意愿 或者行为之物 德纳说 恶人回头 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恶道呢 涉及构成觉知的虚假 强暴呢 涉及构成意愿的邪恶 耶利米说 这年有风声而传来 病内有强暴的事 风声呢 表示觉知之物 强暴呢 表示意愿之物 以赛亚说 他虽然畏形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大 强暴呢 涉及意愿之物 口中呢 抵战呢 涉及觉知之物 你从上面这些经文 也可以看出一个规律 就是圣言在描述 这个人的心智的时候 他总是描述那两个部分 因为人的心智呢 他就由这两部分固承 一个就是意愿 一个就是觉知 所以他描述的时候 总是这两个部分 他都会提到 这是圣言描述人心智的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 经常的一个 那个 藐视的一个方式 那么此处所论述的状态呢 他并非教会的状态 这个从以下事实清楚可知 在这一节以及接下来的章节呢 经文用的是神这个名 前面的章节呢 用的是耶和华 当这个教会不存在的时候呢 用神这个名 而当教会存在的时候呢 他就用耶和华 比如创世纪第一节 当教会不存在的时候呢 他被称为神 而在下一章呢 当教会存在的时候呢 他就被称为耶和华神 耶和华是被神圣的名 唯独属于教会 神呢 他并非如此的神圣 因为没有哪个民族 没有神 因此呢 神这个名呢 并不那么像耶和华神那样 那么神圣 人呢 不可说出耶和华之名 除非呢 他有纯正的信仰认知 但是呢 谁都可以说出神的名 这是这几节的内容 分享完毕 下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好 谁觉得辛苦了 我就再问一下这个 呃 一开始那个 嗯 呃 就是目的 应该是目的吧 目的原因结果 哦 这个目的和这个结果之间的区别怎么分 嗯 哎 你是说这这一节吗 下面吗 对对对 就是目的 有时候我觉得目的跟结果是一样的 这这怎么分他 嗯 实际上他在神那里 他是一样的 因为神那里是没有时间的 但是 到了这个 有了这个 这个城市 因为他是有时间 他是 所以他在时间上 他是有先后顺序的 但是在神那里 他确实是同步存在的 但是呢 嗯 也就是拿这个房子这个事来比喻的话 呃 造房子的目的是居住 对吧 然后呢 对 然后经过这个地基啊 造墙啊 哎 最后就是住进去了 嗯 那就是说 目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 他是一个策划 好像就是说这事情还没做 在盖地基之前都有了 对 然后结果是这个 真正实现了目的 叫结果 对 就是说 这个目的呢 只有你自己去这个结果当中 他才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目的没有在这个结果当中 这个目的呢 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目的 原因这个结果 这三个因素 他在神那里 他是同步存在的 但是在人那里 他因为有时间了 他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所以有这个目的 要实现这个结果 还有需要一个原因 一个结果 他他不是 他不 他得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 就像我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政治的人 那这是我们一个目的的话 那么你 你就必须有这些 因缘合成啊 这个条件的合成 合成这样一个 做出来 然后你去 遗免这个东西 去行出这个东西 然后 在行为上有了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政治 这个品 这个素质呢 就在结果当中存在的 但是在神那里 它实际上是同步存在的 它是 对神那里是没有时间的 嗯 我理解这个有点像什么 就像盖房子那样 实际上房子在神那里 好像 已经存在了 原因目的 原因结果都在这个房子 已经存在了 但是在城市的人呢 他可能需要 需要实现 这些因素都要透气 所以这个结果 他才会存 这种目的 它能存在 这个 这个 非常重要 它重要是 重要在哪里呢 就是说 它这个 目的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目的呢 如果在结果当中实现了 它这个目的 它就是一个空的 它就不是一个目的 没有实现 因为目的 它是在结果当中 知识在的一个存在 在结果当中的目的呢 它就是一个空谈 如果拿这个 主呢 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人沉沦 这个事来说 主的目的是 让所有人都得救 然后呢 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呢 它设立这么一个 救法 就是这个途径 这个途径呢 也就是说有这个目的 然后这个途径 必须大家都按照这个 途径来做 来信 然后来行 最后呢 才会产生 这个人最终得救 被接入天堂 但是如果说 神的意愿 固然是如此 但是有些人 他不按照神所 设立这个 这个次序 生命这个信啊 然后呢 爱啊这个次序 来做的话 最终它结果 会落到地狱当中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呃 这个意愿呢 就跟这个结果 会产生 背离 原因中间那个 呃 呃 这个出现这样结果 就中间那个部分 错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所以这三者 必须联合如一 这个才能后才能够 呃 目的在原因中 原因在结果当中 如果他中间的原因呢 他不是按照这个神性的次序 来来做原因的话 他说认为我信了就得救了 我啥也不用做 一切都在乎神 只要神愿意 那我就一定会在天堂 他中间的原因部分信弄错了 他也照着他这个原因 会生出一个不得救地狱的结果 嗯 我理解呢 就是说 人要得救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他是存在的 然后他那个路途 他有他的路途 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人呢 必须按照这个神的这个 这个路 这个路径 走 然后才能走到那个结果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他在神那里 他就是 他那个路是很清晰的 就是怎么走怎么走 你走到哪里 他这个路 走到哪里 这个是很明确的 他就是一条都各去了 但是人呢 如果 不去按照神那个 到目前走呢 那么他这个目的 他 他也实现不了 他那个结果出不来 这个目的呢 就实现不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也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 我刚才来找这个这个目的原因和结果这个三个词的 英文原词呢 我没找到 找的方法不一定对 这个目的应该是原词是end是吧 对 呃 这个原因呢 它是什么 是means 还是什么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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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 哦 pause 我的感觉 我在翻这个几个词的时候 我的感觉最好 在我们的思维的惯性 我觉得好像这个中间这个原因 把它放为手段 可能或者方法 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因为我们看我们一般这个思维 逻辑思维的话 就是 呃 目的 呃 这个有了个目的 有了个计划 你必须通过以适当的方法 适当的技术 适当的手段 最后才能达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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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就是你盖房子呀 你计划想要盖个房子 或者是你的房子要为了居住 这是你的目的 不管你打地基也八十类 砖头也八十 盖上梁也八 这都是手段 我是这样想的啊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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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这个 想一想提 这个这个 表达我想我的意见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让我这个想法去翻译 我只是觉得好像这样 是不是更 是不是 从而从我的角度来 觉得好像更顺一些啊 这只是个建议 我也觉得你 你那种理解方式 我也觉得挺合适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翻译是什么好 呃 一般都是直白的意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自己松了松了 确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的词 我们自己再放上去就行 我改了就是 就行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目的啊 途径啊 手段啊 方式啊 然后结果我觉得这样 符合我们的那个思维秩序 我还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你如果要说是 目的原因结果 好像这个目的和原因 从逻辑上来讲 目的和原因 它概念上好像重叠的比较多 目的似乎也就是原因 或者说我目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比如说 现在要盖个房子了 盖风格啥盖房子呢 我要住 这个好像也是目的也是原因 好像从逻辑上讲 有点 如果你说是目的手段 结果 这个好像 从我们的一般的思维上来讲 好像比较 更顺 行 行 只要那我们商量商的 用什么词好以后 就把这个词摆过来就行了 哎哎 好好 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 我觉得深有感触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教会啊 新教会的建立 新教会的每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信念的建立 都是要经过 真是要经过这个 试探 或者经过起起伏伏的 这个 我不知道别的人 怎么感觉 反正我是经过这个 因为到这来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有点吃不准 怕怕的 而且也反复的听到 到现在也是这样 不断的有人质疑 不断的有人批评 尤其是在这强大的 这种传统教会的这种 汪洋大海里面 不管我们是从 传统教会里 这个这个这个 背叛出来的 或者说是 异化出来的也罢 还是从这个 这个传统的这种 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 这个思维 这个世界里面 走进来的也罢 都似乎要经历 也会听到 也会感觉到 这个社会上 这个或者说 这个信仰 这个群体里面的人 对于瑞登堡的这些 这些著作的一些质疑啊 一些批评啊 甚至一些责难啊 所以这些好像 我的感觉啊 刚才你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真是 都是要我们经历到 这种起起伏伏 经历到这个 试探 最后才能坚定立场 才能够 这个 对于真理的认识 才能清醒起来 也能够 坚化起来吧 这就像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 全世界的这种新教会呢 人数都不是很多 我问这个 我这边的几个牧师 他们的感觉 他们讲 在历史上 大概几十年以前 也曾经有过新生的时候 后来他们发现 在新生的时候呢 实际上大部分人 或者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对于这个 瑞公的 对新教会的一些信念啊 实际上 都是糊里糊涂 就和现在的 主流教会的一些 一些情况一样 你说他是信仰吧 你说他是信仰者吧 其实他根本都不知道 他现在是啥 他也不用去看 他也不用去去读 不用去去思索 说这种信仰 有可能和没有差不多 而后来他们就 比较比较注重需要 就注重要有 要有信仰的这种质量 不是光业讲数量 所以就不会 不会那样好像是 只要来了一个教会的人 到教会的一样做 就想办法努力 劝说呀 这个关怀呀 这个努力的 让这个人游下来 人家不这样做了 这个目的就是说 你要是真信了 你会一直坚信下去 你一直越往前走 越觉得 这个收获越多 这个 就会越增长 你如果不是信的话 你到这来 只是抱着一些 其他的目的 那么 劝说也不等用 所以好像我这个 新教会的这些 这个人呢 似乎 大概要要求 讲究质量 或者讲究对信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信心 或者是对信仰的明白度 应该好像应该 比较 比较 比较强调一些 就说这些 谢谢 我从我所熟悉的这几个新教会成员 我有时候我点反思 就是为什么我们加入这些新教会的人 每个人都那么不平静 每个人都经历那么多的一些托着 为什么加入新教会以后 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是一种一番丰盛或者说越来越好的呢 反而就是出现了很 不只是我也是在别人身上 我也发现就是 就经了很多很多的托着 但是后来呢 我看了这呢 我也明白了 就是说 你经历 就是说我没加入新教会 我没受洗 只是一个表面上的 然后之后才是真正的一个受洗 比如说我们经历这些托着 其实我自己感觉可能就是试探 就是重生之前的一个试探 就像这个金子一样 如果经过一个退练的过程 可能就练不出金子来 所以呢他经历 我们这些成员呢 我有时候自己感觉呢 经历这些托着是非常的有必要 可能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嘛 每个人呢我自己感觉 如果从这个托着当中 挺过来了 他可能就是一块上好的金子 比如说我们教会的 新教会的成员呢 绝对是保质保料的 我是这样一个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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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上次不是问过那个问题吗 然后呢周宇阳弟兄 他在群里面贴了 就是一万年的一万两千年的 大概有这些这些 这些这些普通的版本的数 大家其他在有没有这里面 有没有谁看看见过啊 他不知道他他忘了从哪看的了 他这样写写了写 他在圣言中我好像有看到过 有一处就说的就是这个数字呢 他都是表示状态 这个数字呢大和小呢 他没有没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这个12 他表示性的余流 好像是我记得是性的 性的事物就是性的一切事物 好像是12 就是说12如果表示这个意思呢 那么120 112 1万2 甚至1万万2的 他都是表示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无论大小 他都表示这个意思 我记得瑞光数字号好像提到我这一段 他都是表示内在事物的这个数字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数字 这个曾经人们不同的人 根据这些数字 做出了许多很有趣的一些组合 比如说那个亚哥 亚哥从拉班长离开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羊群他的家人一块往 往他家乡归回的时候 在快见姨嫂以前 害怕姨嫂要攻击他 要报复他 他把他的羊群和树群分成两对 这里面有一些数字 专门给拿了出来多少只羊啊 多少只牛啊 专门给献给这个姨嫂的 有的人曾经就这些数字做出来了一些非常 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些描述 所以呢 这个似乎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些数字啊 这里面含有非常深刻的和奥妙的意义 但是从瑞公这边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也包括比如说那个挪亚 从亚当以后的这些人 上古教会上古的时代的人 活了多少年 活了多少岁那些 我也见到有些人 就根据他们的活的年龄最后 最后一一对应下来 似乎也是非常奇妙的一组数字的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从学到这个 这个AC学到目前了 好像在那些数字里面 瑞公并没有揭示出来 好像有特别的含义 所以这个从灵异上和从字面上的意思上 好像这还真是有一些很显著的区别 我们如果用这个从 从这个字面上所看到的这种现象 来推测或者来思考 这个灵异里面会不会也有相当的相应的这样的 这样的趋势 反正最起码就截至现在为止 我们好像觉得 从瑞公所揭示的东西好像没有 好像不是那么复杂 不过那个数字呢 它表示的意思呢 瑞公呢 它只是揭示了很浅的一部分 它这个数字里面 它包含的内意呢 应该是很丰富的 但是呢 因为人的理解 我们说人的理解能力是很 尤其是现在人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 就是我跟 好像是我也看过 就是说它只是揭示了非常非常表层的一部分 它理解的意思是更多的 数字呢 它就是表示呢 它的天使呢 它没有这种 我们这种数字的那种概念 他们所感知的概念 那就是状态和一些真实的事物 所以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有时候在想 就是我们现在一些数学领域的一些数学家 就是按照我们这种数字的那种数字的研究的时候 它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它 它在这个数 就是你想在数学家弄那些数字 那么算 那么算 我有时候就想 它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是不是在天堂革命 就是完全就是两码事呢 不过后面也说呢 就是说各种的知识呢 就是在无论人家数学呀 在这些物理呀 什么的这种 这种的知识呢 这个知识本身呢 它都带着自己的那种快乐 每一种知识呢 都带着它自己本身的就是说 那种情感那种快乐在里面 所以呢 人呢就是说 如果要重生的话呢 就是说 不能 只成见于这些快乐 还要从这种快乐当中 就是 好像是要 退皮 把这层要退去 要 接近那个 理性的真理 决心的真理 要向人那方面 进行发展 不能啊 就是说 只成见于这种知识的快乐当中 如果你不退去这层 这层皮 然后去 和那个 手签的那种 那种决心的真理 进行一个连接的话呢 人有可能就 这些东西 嗯 再说就是 就 就没法 没法进行一个 一个进化 所以那个 圣经要说呢 就说 我要从埃及 搞出我的儿子来呢 所以这句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说 主在这个 这个 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他也经历了 就是 摆脱这个知识 以及他所带来的快乐 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 他摆脱之后呢 他就 与这个 鼠天的那个 决心的真理呢 那个鼠天 鼠天的良善连接 那个真理呢 进行一个 一个靠近 然后就把那个 知识那个东西 就好 就好这个 退皮 把它退去了 所以这个人呢 也是要经历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有知识的快乐 但是你 你必须 如果要重生的话 要从这个快乐当中 摆脱出来 然后 再进行往前 一个进化一样 这温度 这温度 还会了 都可以 那么 离开 这温度 这温度 是 什么 就是 那 这个 这温度 是 我有一次呢 就看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看那个蛇退皮 蛇退皮呢 我就忽然就是想到了 就是想到就是说 这个知识理性灵性 就是这三层 比如说蛇退三层皮的话呢 它第一层皮 可能就是知识那层皮 就是说来进行一个比喻的话 没有知识这层皮呢 那个蛇它也没法 第一个阶段 它是没法生存的 所以这个知识这层皮 它是要有的 但是它老是在 知识这层皮里面 如果它不退去的话 它有可能在 知识这层皮里就被窒息掉了 所以它一定要退去 退去呢 就换上那个理性的皮 然后呢 再从理性的皮退下去 然后再换上灵性的皮 就是说知识的皮 你理性的皮呢 它都有囤在那的必要性 在某一个阶段 它是必须囤 必要囤在那 但是呢 它不能一直在里面 它必须要进行一个退化 然后再进行一个 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在想 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还想这个人这个 就是说在知识上升到理性啊 理性上升到灵性啊 可能就是经历这样的 像实际上这样的一个 退皮的一个阶段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重生的那个阶段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的 个人的一些理解 我觉得你这样理解 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 因为我们在学 不管是学圣经也吧 还是学瑞公的书也吧 还是甚至学其他的这些 这个知识啊 真理啊 都有这么一种过程 你要不断地要提升自己 就是你这个 你那个 你站那个点呢 你老站在那个层次上 老站在那个高度上 那显然是 那就没有进步 你虽然读了很多书 但是你自己没有提高 提高是自己要站得高 看得远才行 而你所说的这种 这个蛇 这个脱皮 这种比喻 我觉得还很 很形象 你必须要把 过去的 或者说 原来在最起初的时候 是必要的 你必须学这些 最基本的知识 必须学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 这些技能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呢 这种知识 这种技能 或者说这种 这种传统的意念 成了一种束缚了 你如果还不拖出来 你永远在那个束缚里面 那你提高不了 你必须得束缚出来 站在更高一层 才能够看得更远 这个有觉悟的更多 到了一定层次以后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 你从小的时候 看大人都大得不得了 都是一个一个 都是全能全知 等你长大了 你会发现 你的父母亲也有不知的地方 也有他们的不足的地方 但是你社会 你觉得你很厉害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还不如别的人 还有别的比你更强 或者说你 你到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 过去的我才是那么无知 你这种描述的都是 就是我们在提高的过程中 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我们现在人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被那个定见啊 被那个偏见啊 就牢牢的神魂所保守 没有办法来管这层皮脱下来 他自己也不愿意脱 那个多舒服啊 躺到那儿也不用 不需要费劲 对不对 你要脱那层皮 要疼的 要痛苦的 我们现在大概 我觉得我们这个 在这个信仰的路上 往前走 都是在脱皮的过程 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 主呢 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 用洪水把它们灭了 然后又像罗德的日子 天上降火 那这两种 一个是用水 一个是用火 这种灭 那这水的灭和火的灭 它代表什么意思 两种不同的灭 它是不是跟这个齐之路 讲的这种 第一种是受龙啊 受啊 甲仙芝这种影响下面 这一种好像是用水 像洪水一般 把人这种给掳走了 而另外一种呢 像巴比伦那种 巴比伦那种好像是火 然后又有这种欲望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想起这个龙 就是吐出水来嘛 想要把它给 给淹没 那这种关系 有没有一个对应关系呢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它圣言当中 它描述 其实都是 其实我自己感觉 它都是在描述人的那种 心灵的 各种不同的状态 但是心灵呢 它就 住这两部分 就是意愿和觉知 这两部分 所以它 描述了意愿 就会描述觉知 描述觉知 就会描述意愿 它要一对一对的 因为这个人的心智 它就非不可 就是意愿和觉知嘛 我自己感觉水呢 它更涉及那种 这个 它有正面的意义 也有这个反面的意义 这个水呢 从正面的印象来说 它 我自己感觉 就像这个真理一样 这个反面的印象 就像虚假一样 它更涉及人的那种觉知 也就是思维层面的东西 这个火呢 它就会涉及 那个人的那种 意愿层面的东西 你比方说这个欲望 这种爱啊 涉及这方面的东西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我也不知道对不得 所以我根据这个 对这个瑞公 这些这个理解啊 我是感觉是一个涉及 个思维层面 一个涉及那个情感层面 一个意愿层面的 就会找到这个 感谢 谢谢大家 他来说这个 我再来一个 我这些 对呀 我同意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到这好不好 是哪位弟兄或者姐妹 带我们大家做个祷告 我们结束好吧 觉醒你在那吗 张弟兄 你好我现在在外面 不是很方便 OK 那谁 杨哥 好的 请的救主耶稣基督 感谢赞美你 真的是谢谢你 真的是用你的爱 用你的智慧 不断的来 真的是更新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心 心智里面 真的是 里面那些盈余的邪恶 真的是被光照 让我们真的是弃绝 真的是用你的良善来代替 主啊 是的 你用这一切的拯救的方法 主啊 你这样的目的 你用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 让我们去走这条 信的路 以至于诚意 最终 进入你的国度 谢谢你这样的 美善的意思 主啊 让我们充分的意识到 这是一条路 有它的一段旅程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正在奔跑 这条天路的时候 存着耐心忍耐 而忍受着一切的 试探和引诱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靠着 主你所赐的力量 来胜过这一切的 试探引诱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真的是达到 真的是胜利的彼岸 要进入你的国度 感谢主 真的是谢谢主 让我们真的是 预备好心 预备下一次的聚会 你与每一个 真的是讲课的 老师 同在 感谢主 赐福于他们的家 真的是 预备好每次课程 保守他们的 心灵和心智 将一切企图 妨碍他们 在灵里面 要攻击他们那些 一切的黑暗势力 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捆绑他们 谢谢主 让他们真的是 由你所赐的平安 衷心的勇敢的前行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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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